8月24日 昨天8月23日是823炮戰的62週年紀念日 臺灣總統蔡英文去了金門 在泰武山公墓出席823戰役追思活動 向當年殉職的軍人和死亡百姓獻花致意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利英傑 也去了金門出席了這次活動 當然這樣的活動不簡單 很有意思 823炮戰發生在1958年 大概也是當年國共的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鬥 涉及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恩恩怨怨 而且到今年已經是62週年了 他不是逢五也不是逢十這個週年 一個民進黨的總統去紀念 本身是不是就有點意思 然後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處長利英傑 也就是美國駐臺灣的大使去金門參加 這樣一個活動當然就更有意思了 當然這些都是和中美關係 美國亞太圍堵中共的大戰略 以及臺灣在這個地域重要的地緣位置有關係 我們先談一下823炮戰 1958年8月23日下午五點半 共軍在廈門大燈小燈深江聯合圍頭 有好多個炮兵陣地突然一起開火 總共有340門大炮對著金門瘋狂的炮擊 兩個小時內面積100多一點平方公里的金門島 落單5萬7千4百余發 國軍的人員設施 民防都是有傷亡和損壞 不過國軍的軍事裝備和人員 因為長期處於最前線 一直都早有準備 所以損失並不是很大 最大的損失是金門防衛部指揮中心 因為共軍的第一波炮擊 主要集中在金門的太武山 也就是金防部的所在地 第一顆炮彈的落單地點 正好在金防部的坑道外頭 當時金防中心的海陸空三個指揮官 都是金防部的副司令官 分別是吉星文 趙家鄉 張傑 剛剛吃完晚飯離開這個坑道 他們三個都是在第一批炮擊中就陣亡了 當時國民黨的國防部長 余大為正好也在金門視察 被炮彈的彈片擊傷了頭部 他也是受傷了 其實這幾位都很有來頭 吉星文 就是中國對日抗戰 就是77年抗戰之前 有一個長城抗戰的戰役中 大家都知道灰大刀衝鋒的帶隊的連長 中國有個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那個歌就是唱的這一場戰役 帶隊的連長就是吉星文 後來他還經歷了77盧溝橋事件 也是在抗戰的第一線 最後竟然是在金門被中共一炮打死了 另外還有余大為 也是中國抗日中的一個名將 當時他是中將 國防部長 傳說他和幾位將軍一同進餐 隨後大家一塊離開 就只岔了這麼幾步路 據說他說他要抽煙 落後了幾步去點煙去了 光炸彈下來他沒被炸死 只是炸傷了 這位余大為是誰呢 這位余大為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的親戚 余正生是這位余大為的侄孫 這是另外的話 中共的炮擊開始 金門這邊給打了個措手不及 但是很快他慢慢恢復過來開始還擊 其實國民黨的炮比中共的炮要厲害 還有這個155榴彈炮 這155榴彈炮就是那個口徑155毫米 這個東西在當時殺傷力算是一個很大的一種火炮 而且總的炮火的數量差不多 大家都是300多門炮相互在那打 當然台灣那邊要開始支援金門 主要就是後勤運輸你要跟上 而中共就要炮擊從台灣來的運輸艦隊 炮戰打著打著 後來就變成了過幾天打一次 每次中共這邊一開火 金門這邊就回擊 雙方一通互射 當然美國人這個時候一定要支援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和台灣有一個協防條約 但這個條約上它寫名是協防台澎 就是台灣和澎湖它沒有寫金馬 所以這個金門馬祖 到底在不在這個 台美的這個協防協定裡面 大家都不清楚 所以有一種說法 是中國共產黨要試探一下 到底美國人會不會去協防金門 結果美國人還真去了 只不過美國是第七艦隊的軍艦 他說是為台灣的後勤補給運輸艦去護航 所以後來就有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故事 說美國艦艇到了金門 福建前線的指揮官 這個將軍叫葉飛 請示毛澤東 說怎麼辦 毛澤東說 只許打蔣箭 不許打美箭 這是原話葉飛自傳中說的 那後來毛澤東的這個話 有很多變化的版本 比如說打美箭不打蔣箭 或者是只打蔣箭不打美箭等等 他少了一個許字 這個不許打和不打 這個意思說起來差不多 但味道恐怕就是差了這麼一些了 對不對 因為後來中共的報告就說了 共軍對軍艦一開炮 就是對蔣箭一開炮 美箭馬上就後撤十公里 剩下蔣箭在那裡 就是國軍的軍艦去繼續他們的運輸 這個意思呢 現在分析起來挺有意思的 真的 因為美國軍艦它是去護航的 它不是去進攻 護航主要是保護台灣的這個運輸的軍艦 在海上它不遭襲擊 對不對 所以當台灣這個船補給艦到了金門 這個任務其實就完成了 所以它後撤十公里 其實它的軍艦的炮啊 照樣可以打到廈門 是吧 也就十公里 但是對中共來說 大概他們可以明確 美軍這個軍艦的目的 是吧 它確實是護航 它不是來挑戰 不是來進攻的 所以共軍呢 它當然就更不打這個美國的軍艦了 當然美國的援助啊 源源不斷 最後啊 美國援助那個叫八寸流 被運到了金門 這個八寸流啊 當時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榴彈炮了 據說美國總共也就十幾二十個這樣的炮 結果運到台灣十二門 那八寸流啊 口徑是多少呢 二百六十毫米 可能還要多 一般來說啊 榴彈炮超過一百毫米就是巨型炮 中共炮擊金門的大炮最大的 也就才一百二十毫米 所以可以想像 這個八寸流一開炮 當然就是驚天動地了 據說廈門火車站 被這個八寸流一炮全部炸毀 中共當時還以為台灣用了核武器 因為這個炮 確實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不對 所以中共呢 為了打金門呢 專門修了櫻下鐵路 就是從櫻潭到廈門的鐵路 當然它有配套的公路 和八個軍用機場散佈在附近 但這個鐵路啊 是最重要的後勤補給的工具 對不對 所以廈門火車站 一炮被炸毀之後 中共當然就知道 這個炮戰 他們顯然是打不贏 其實到了1958年的10月份 中共就開始了 叫做單打雙不打 就是逢單日 1號3號5號7號9號 先用廣播說 這個蔣軍弟兄們 我們要開炮了 然後 砰砰砰砰打那麼十來炮 當然台灣這邊也照例 回擊也打那麼十來炮 這個炮戰一直打到1979年1月1號 中共宣布停止金門炮擊為止 整整20年 中共向金門發射總共超過100萬發的炮彈 換算下來 每平方米大概有4發炮彈 台灣方面回擊也差不多這麼多的炮彈 現在你去金門 金門的特產 第一個是金門高粱酒 據說質量非常好 第二就是金門菜刀 據說就是當地人用當年那個炮彈殼和炮彈片做的菜刀 風力無比 而且特別堅硬 當然到後來 這個炮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大陸和台灣的一個外交模式了 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 當時雙方是無線電靜默 就是基本上沒有任何官方的溝通渠道 所以大炮就成了傳聲筒 高興的時候 打的是宣傳彈 炮彈打過去砰 炸開 全部是傳彈飄出來 不高興的時候 就來幾發真的炮彈 真的炸 不過多數時候 這個炮彈都落在一些固定的地方 比如說某一個無人的灘頭 什麼的 其實台灣方面也差不多 打這個宣傳彈 放傳彈 都是打這個無人的灘頭 直到那個廈門 到金門 最窄的地方 也就幾公里 如果退潮的時候 據說就三四公里吧 基本上你是可以游過去的 所以以前中國人偷渡 兩個地方游泳 一個就在香港 在蛇口 或者是大澎灣那一帶 游到香港來 第二個就是在廈門 不少人游過去 游到台灣去 其實也有不少人從那邊 游回中國大陸 比如中國有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 他就是後來是從金門游到大陸去的 但這種打法 它的含義是什麼 它含義是國共戰爭 這個內戰 沒結束 還在繼續 所以呢 在蔣介石那邊 他就可以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中國也是這樣 所以這是823炮戰裡面的 中國和台灣的政治 或者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政治 但實際上823炮戰 它還有中美政治 因為當時美國的國務卿 叫杜勒斯 這位國務卿是中共最痛恨的 美國國家領導人了 前一段時間還有中共的媒體說 現在這個美國國務卿 這個蓬佩奧 就是這個杜勒斯的現代版 很多人不明白什麼意思 因為中共特別痛恨這個杜勒斯 根據中共的說法 杜勒斯在一個公開場合 拒絕和周恩來握手 而且他的政策非常強硬 當時中美之間 有這個大使級的談判 杜勒斯把這個談判撤回了 終止 這個談判是在瑞士 在日內瓦 另一方面 這個蘇聯當時推動的共產主義 在亞洲非洲甚至南美洲 都取得了一些進展 1958年 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爆發衝突 埃及敘利亞這些政府 他們都支持黎巴嫩的反叛武裝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軍事介入 直接出兵黎巴嫩 當然埃及和敘利亞 一看到這種情況 當然就知難而退了 但是這個事情呢 在蘇聯陣營看起來 你當然是干預黎巴嫩人民的解放運動了 對不對 所以1958年7月 美軍進入黎巴嫩 當時全球的共產主義陣營 都這個嚴厲批判美國 美帝國主義 對不對 開始遊行啊 各種各樣的這個聲討運動 當時呢 斯大林已經死了好多年了 蘇聯是赫魯曉夫在當權 毛澤東啊 要赫魯曉夫支持呢 解放台灣 當然他的代價是 他去支持赫魯曉夫 繼續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了 對不對 赫魯曉夫其實當年 7月底 秘密訪問了北京 和中共啊 談了好幾天 從現在的文件呢 有一些文件可以透露 當年赫魯曉夫 是答應給中共的一些 最先進的一些軍事設備 說實話 比現在 俄羅斯給中共的那些設備 那個先進程度啊 在當時來說 那是 確實要厲害多了 當年蘇聯對中共啊 其實真的很夠意思 包括米革時期 蘇聯自己啊 都沒有完全裝備 他已經給了中共 就是當時最先進的 噴氣式戰鬥機啊 中共把這個 米革時期啊 仿製後 自己仿製 那個名字叫做 姦武 很大一部分都放在福建 江西和浙江 就是為了對付台灣 所以當 中東的事情發生以後呢 中共對蘇聯說的是 我們也要在 沿海地區做一些動作 我們這個說法是 要誘使美國 和英國的軍事部署啊 做出調整 做出改變 這樣就可以減輕 蘇聯呢 在中東地區 你要有所動作的話 可以減輕你的壓力 當然最後蘇聯啊 那個時候在中東 也沒有任何動作了 是吧 因爲什麼 1958年 英國也出兵約旦 也是制止當地的一個 極端勢力 要取得這個約旦的政權 所以中共啊 最早的軍事行動 有兩部分 一個是金門炮戰 就是這個金門 就是打炮 第二個呢 是廣東的保安縣的軍事演習 就是香港這個旁邊 要有軍事演習 廣東這邊的軍事演習 當然是廣州軍區這個進行了 對不對 但到最後 大概到了八月份的時候 這個嚇唬英國人的這個演習啊 就取消了 改為全部去金門 專門去嚇唬美國人 美國人呢 一直試圖說服蔣介石啊 放棄這個大陸 在台灣呢 你可以獨立 你叫台灣也好 你叫中華民國也好 反正呢 你是適時獨立 但是蔣介石呢 不願意 他也不甘心丟掉中國大陸 他也不甘心啊 他也不忍心 把這個大陸人呢 給共產黨去統治 所以他就 一心一意想要打回中國大陸 是吧 當時大陸沿海的很多島嶼啊 他就變成了 中國大陸和台灣的 中間的一個紐帶 一個聯繫 那最先呢 是浙江 周山群島的這個大陸島 後來是廣東這邊的東山島 最後呢 就是金門和馬祖 因為邊長莫及嘛 距離太遠 這個台灣從大陸島啊 從東山島都撤退了 但是金門還在一直守著 對蔣來說 是在中國大陸還有一個立足點 咱不算全都丟了 對中共來說呢 金門就變成了一根繩子 可以拉住蔣介石 但是這個呢 對美國人來說呢 金門就變成了一個累贅了 共軍如果攻打金門 美國人是幫助呢 還是不幫助呢 你如果援助很明顯 你在戰術上你會很吃虧 對吧 因為靠中國大陸太近了 如果你不援助不幫助 這個美台協防 會不會失信於人呢 所以美國一直希望啊 蔣介石能夠放棄金門和馬祖 完全退守到台灣 所以這個局勢啊 一直持續到尼克松去了北京 當然那是後來的事情了 所以咱們說呢 今年這個823的紀念日 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也就是美國駐台的這個大使 去了金門 所以它變成一個有趣的事 因為當初啊 美國立一處台灣放棄金門 是吧 現在結果你利盈節 一起去金門一起去追念 一起去悼念去了 美方表達這個意思啊 和60年前 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說實話 那當年美國是戰略上 是退守的一方 它面對的是蘇聯 和共產主義陣營的這個進攻 但是現在 在戰略上 美國是進攻的一方 那美國在亞太對中共啊 施加這個極限壓力 看起來啊 是想要和中共啊 開戰的 那起碼是來一場軍事衝突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麗英傑去了金門 當然它就有非常不一樣的含義了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暫時先談到這裡 非常感謝啊 各位 下次我們再見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 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